武当太极十三四中 太极八法脸式的练习方法 我们先来演示一遍 那么脸这一个动作的发力呢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练习的这个一个铝 但是它这个脸我们更多的是练习的一种横的 横向的一种发力 那么我们刚才之前讲到的女士 一个手朝上一个手朝下一个反关节 那么我们脸的一个动作是可以一个手扣朝外 那么反关节也是一样 把它胳膊变直 好 我们可以把衣服拉开 反关节这样去击打它的走关节 这样可以或者用我们的身体去靠 整个身体或者用肩去治肩 那么反关节的这一个动作 加上我们的护法 一个转腰一个转腰整个身体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拿到肩膀的一个地段 迅速发力 初学者刚开始练习 脸的这一个动作发力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原地的练习一个 用身体的一个旋转 这个手像切刀一样切出去 把对方的胳膊反关节拿住 切斗筋 切 随着大家慢慢地掌握了这个你的初级的运用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尽量地做大 用整个身体旋转 把对方轮一圈 那么这个腿是锁在对方前面 用整个腰胯的这个劲 这个左前手是扣住对方的手腕 后手是拖住走 拖住走 那么刚开始如果你的力量大的话 你又可以直接拖走 用身体丢 那么如果对方的力量大于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借用整个身体的巧劲 就是虽然说也是同样一个旋转的力 运用肢体 那么力量越会大 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到 刚才我们练习的这个背装 用整个身体背 那么这个力量非常大 如果旋转发力发到对方手臂上的时候 一般这个关节就会断掉 以整个身体一瞬间的一个发力 但是记住 慢发运用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快速的旋转 好 随着你对你这一次动作 尽力运用的越来越熟悉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加上腿 就是活步的一个动作 也是一样 手上面的动作 它是一种变体的用法 还是一样做一个单肩脸的动作 那么大家运用这个活步脸的动作 单肩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记住 一定是有一个残腿的动作 对 除了单肩这一个脸的一个动作 手上的一个动作 运用腰身体的一个整劲 那么这个走路 就像我们走路的这一个 平常上步的这个动作 这一个残腿的力量 一定要反复的练习 武术中有一个门牌 叫做戳脚门 如果近大的话 戳到它的反关节的时候 可以把对方的脚踝戳位 好 这就是太极八法中 也是的部分练习方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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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